好 随着这个电商是蓬勃发展 也改变了市民的消费的习惯 花莲市区的消费人潮也远远不及以往 为此花莲市民代表杨哲峰 除了持续关注克莱堡的活化议题之外 也建议公所能够在市区的商圈 来办理节性的相关活动 除了引进人潮之外 也加强培训店家的行销能力 借此来带动地方的发展 随着电商蓬勃发展 也改变了市民的消费习惯 花莲市区的消费人潮也远远不及以往 为此花莲市民代表杨哲峰 在31号的市政总咨询议程中 除了持续关注克莱堡的活化议题之外 也针对人行道的设计安全 以及在商圈办理节庆主题性活动等等 提出了多项建言 本期发现在花莲市 我们有非常多的传统店家 那可能老板老板娘 从事这个行业非常久了 那也没有接触到现在非常新的技术 或者说网路能力 那希望公所这边能够开设课程 让我们的一些传统店家 能够去上这些课程 提升大家的网路能力 跟行销能力 那让我们的观光客 到花莲网路搜寻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店家 希望我们可以在一些小的商圈 跟一些传统的商圈 能够办理一些传统节庆的 像是说万圣节啊 圣诞节等等的大型活动 那去促进我们的一些大朋友 小朋友可以走进我们的商圈 去感受节庆 体验节庆 让我们整个的环境变得更好 越来越多店家愿意在花莲市开店 让我们观光客有更多地方可以去 此外市民代表杨哲峰也提出 在雨天能够进行 亲子活动的场域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希望公所除了能够加强 在地商家的福岛 也能增建相关的设施设备 营造出友善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